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比如说在武汉是冬天 武汉重庆时候有火楼嘛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你看长江大桥上面 一拉着温度的军量 57度 60度 普通的这时候都有四十几度 所以你在这种条件之下 你看我们 那些在长江大桥上面 守长江大桥的武警战士 那么就追用中暴 中暑 为什么 它温度气温五十几度 它们又不能走动 哎呀 大汗淋漓 那个汗啊 汗流甲背 那真是 所以这时候你说不能中暑吧 不过它们的身体条件比较好 没有看到中暑的 好了 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 我们来看看18年考虑这个中暑的病因 这个题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你即使不看书也可以把这个做出来 中暑的病因 你不知道下大热天的 哪个中暑 汗腺功能障碍 汗腺功能障碍 汗腺不能分泌了 哎 它就因为中暖 为什么 汗腺流汗出来可以增患能量吗 因为狗它们也汗腺 所以它夏天都是揣着抽搐 张这个嘴巴呢 哎 用这个呼吸散热 假如人那么没有汗腺呢 它就很容易中暑了 是不是 不能散热嘛 所以这个肯定正确的是它的病因 散热公众障碍 当然容易中暑 人家产热过多容易中暑 环境温度过高 你环境温度是45度 甚至到55度 它不容易中暑 更容易中暑 所以哪个中暑的病因不包括哪个 饮水过多 你中暑之后 口渴就是要饮水 你的饮水过多会不是 是中暑的病因吗 显然不是 所以老百姓都知道 所以饮水过多不是中暑的病因 因此正确答案打C 像这种情况 你看送问题 这个题就很简单 好了 第二个临床表现 主要这三个 这三个怎么区分 一个热金兰 一个热衰竭 一个热色病 怎么来给它区分 你说我做题的时候 我后来说我怎么来区分 我们首先看一个最终的热色病 只说一遍 最终 最终它有神之障碍 所以这个病人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工作了 它已经分泌了 那最终的热色病 第二个 看这个病人 工作没工作 假如没工作待在家里 一个老人孩子 那么在家里都中暑了 那是热衰竭 也就是他没干活 我在家里呆着 里面是老人孩子 那么这个是体温调节中暑 没有我们年轻人这么好 他中暑了 怎么样 叫热衰竭 还有一种人 是你比如说年轻人 腹外运动 他跑步 跑了个一万米 但是万米的温度是37度 怎么样 他有运动 那么这叫一热筋 所以就把这三个东西混开了 你首先看这个体干给你的 有分泌的 最终的热色病 没分泌在家 要么就热衰竭 要么是热筋 那么你待在家里没有运动 华士纳中暑的热衰竭 鲜鱼一老一小 老人儿童 那么中间的 那么就是运动之后再搞一下运动的 产生剧烈活动的热筋的 OK了吗 你这不是很好搞 很好搞定吗 是不是 所以大家注意啊 你看这书上讲的很多 要把中心意识领回到 那么你做题才有用 好了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一定有点这个试题啊 男性19岁 这个名人在这也是一下打篮球 一个年轻人在这也是一下打篮球 突然出汗的时候 是为了头晕 头痛 胸痛 那么有腹筋疼痛 体温比较高38.6 脉包比较快 血压9060 面色操红 我问你死到精 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 你也想打篮球 运动才产生的 它有没有分泌 那么应该是什么 打热筋男嘛 单位 假如我说这个病人不是十九岁 是八十九岁 在家里没有动 出现中暑 那你打什么 热衰竭 我说假如这个病人已经分泌了 那就打热射病 当然你假如把这个题目打到底或一一 鸡血糖脱水 那你的水平简直臭无可闻了 太低了 那无可救药 已经是 不考过职业医师助理医师 那是正常的 你考过了 那是害人去 为什么你的水平太差 不如炒一些人命呢 好了 我们在这看治疗了 治疗最主要的治疗 中枢当然老百姓都知道降温 如果快速降温是治疗的基础 一定要在黄金半小时内 降到体温降到39度以下 黄金半小时 假如超过黄金半小时 这次最后脑水龙都死掉了 所以 那么 我们对于那些 分岛在外面的 这热环境中的那些人 中枢的人 一定要搞到什么 银酿地来的 到医院来 在黄金半小时之内 挤救 一般来说假如在 太阳底下 昏迷之后 暴晒半个小时 一般很难救过来 所以要黄金半小时 第二个 要处理这些病化症 分泌的数据 液体服输 多情况功能衰退 对症处理都需要 然后坚持体温 这个就他的质量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新年这个实体了 大家看 男 26岁 这个病人在7分34度时 腹中跑步5公斤 你说34度 对我假如你在家里 估计不显温度高 但是他腹中跑步5公里 那么这时候 他可能中暑 头发一时不轻 搬有金兰抽搐 两个小时 那么是这个病人应当热射病 问这个病人治疗的关键是什么 我不管你是热射病 热衰竭 还是热精 只要是中属 那么最关键的治疗 没什么说的 答案是C 降温治疗 是不是 这就比较简单的 所以你只要考虑这个病人是中属 OK 他关键的治疗 就是降温治疗 所以答案是C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